在雅加達雅運奪得兩面銀牌的劍擊代表崔浩然 月前在社交網站宣佈退役 結束他長達15年的運動員生涯 這個決定被外界視為急流勇退 但對於Nicolas來說 在這個時候離開就是認住了他最好的時光 不會為他的華麗帶來一絲遺憾 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後 體院就裝修 在2010年回到這個劍擊館訓練 比起其他可能我們去集訓 或者其他地方的訓練館不同 就是我們是三個劍種 花劍、重劍和配劍都在一個館裡練習 可以見到自己的隊友之外 可以見到其他劍種的隊友 有一個很有大家庭的感覺 大家可以一起支持大家 訓練氣氛也好一點 還有我覺得我們的團隊精神都因為這樣而很好 因為我本身個人比較感性 還有對所有東西都比較重情 所以我對我自己用過的所有東西都很有感情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美國一個大獎賽 我那次是拿了第三名 我就是穿著一雙球鞋 其實他都有點難 但那次我就覺得 之後的比賽如果我要打得好的話 我也是要穿著一雙鞋 所以剛剛亞運會 我也特意選這雙 因為我覺得應該要做所有事情 令自己可以打得最好 最有信心的 最後又在亞運拿到不錯的成績 這個也是一件 所以我在劍擊生涯裡面 都算是比較搞笑 比較難忘的一件事 做運動員 最新體會到的是 其實做什麼都要 比起自己的100%努力 無論如何都不要覺得自己已經做夠了 是要繼續再做多些 因為我覺得這樣才可以 在比賽或者其他方面 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成績 製作用心 �心 好 是 有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